台北市中山大同區市議員參選人林真宇 一號上午成立競選總部 市長柯文哲以及市長參選人黃珊珊都到場站台 黃珊珊更送上包子和粽子 祝福林真宇順利當選 而柯文哲則是向現場支持者喊話 支持黃珊珊 支持林真宇 讓好的人出頭為大家來服務 今天林真宇要來選議員 坦白講這就是雙重保障 這兩位都幫你保證 就是說他跟他說 鄉民是民國城的十歲兒子 最嫁我的秘書 所以我們都檢查過 就就沒問題了 檢查過 我這麼壞的長官 我都這樣過關都不容易 所以我跟政治是這樣啦 也不用講一大堆你知道 認真打拚 正直誠信就好 我們中山大同唯一支持林真宇 現在台北市長柯文哲唯一支持黃珊珊 拜託大家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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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大家回來不是只有騎士飛飛 回去還是要幫忙宣傳一下 你跟大家說 我們選一個正常的人就好了 我跟大家說一下 選一個正常的人就好了 不管看什麼 跟你們打拚 我們就是每天人親最大事 中山大同唯一支持林真宇 台北市長唯一支持黃珊珊 年輕人要投入政治 其實是非常辛苦的 可是他雖然在議員的服務處 他沒有做任何的 靠著爸爸的事情 他都是靠著自己幫著爸爸 把這個基礎 一步一步的扎實下來 所以我看著他的成長 我算是看著他長大的 所以我希望說 今天在座的鄉親 林真宇的當選 跟黃珊珊一樣 終結藍綠二鬥 就是讓林真宇當選 對不對 我們要讓這股力量 這股進步的價值 讓這些非藍非綠的力量 集結成河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在今天 不單單只是給真宇加油 也讓黃珊珊 進入回到台北市政府 讓我們延續 柯文德市長 在這八年 留下的最好的真機 我們一起讓台北 繼續往前走好不好 好 林真宇 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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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交棒給女兒的 市議員林國成 也在支持者的加油聲中 替林真宇披上彩帶 林國成表示 他擔任兩屆里長 四屆議員 除了感謝民眾一路相挺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女兒林真宇 林真宇則堅定地表示 一定會傳承 父親林國成為民服務的精神 我要向大家報告 我們台灣人都是這樣 吃人一口 行人一道 我都跟真宇說 如果有問題我們的心想 一世人 我們要跟他們記住 我們吃人一口 要行人一道 這是什麼 這是我們林家所有要做的工作 所以我每一遍 都做議完之後 每一年 中低收入的救濟 都我在做 有一點 輕定林真宇 他當時在撤車 還有怎麼不可以 只要要送米的時候 設計的 他說 他說 只要做事 就等於在行善 所以 他有這個愛心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過去如果覺得說 國城啊 就你的好朋友 國城啊 就有把你服務過 就行外比較少 學到外比較多 我們這邊 就要10票 議員20票 來讓林真宇 把我接棒成功 讓他可以高票來動算 這樣好不好 好 好 所以好 我要來送我的助行 披一個彩帶 這個叫做什麼 傳承林國成 服務要有結果 沒結果要交代 我在做事 如果我有 我有 給我過的人 我給我過的人 大家都知道 做到結果 我一定幫你報告 我不會說 把你放的 案件都沒有在交代 所以 有結果 我幫你報告結果 沒有結果 我也可以交代 有什麼 沒有什麼結果 所以這個事 我一定交代 要做議員 就是要 犧牲奉獻 跟你們的事情 跟市民的事情 動作自己的事情 這樣處理事情 就不會做 林真宇今天 是承載著 所有人 對林國成的期望 而站在這個台上 我要感謝大家 過去 20年來 對我爸爸的不離不棄 過去20年來 給林國成 服務的機會 沒有在座的各位 就沒有今天的林國成 沒有今天的林國成 就沒有辦法觸動 林真宇想要踏上 政治服務的這條路 林國成身上 背了多少的家庭 爸爸20年前 開始做寒冬聖明 我們算了20年 平均每年有4千個家庭 是爸爸拋腰包 還有拋磚引玉 在座有非常多 鄉挺爸爸的董事長們 還有非常多的鄉親好朋友們 沒有你們 爸爸這一個月 他做不了 很多人都說 林真宇啊 你得比較加油耶 為什麼 你爸爸還會選 也是會選 為什麼你爸爸會讓你選 因為他知道 延續服務 世代傳承 服務交代 是必須做的 我才知道 原來做服務 是這麼耗體力 我才知道 面對這麼多的 各政黨的打壓衝擊 我爸爸是怎麼樣 一個人一肩扛起 從來不跟我們講 這個是我開始 踏入政治服務 我才知道的 今天吃倒數56天 要拜託大家 給我第五名第六名的機會 這樣好不好 拜託大家 在這邊 帶著林光誠的招牌 要告訴大家 柯文誠的監督 黃申申的教導 林光誠的服務精神 林真宇傳承下來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一二三 林真宇 一二三 現場演進商業工會 勞工工會 汽車材料工會等工商團體 也都到場力挺 在支持者大聲呐喊 凍蒜聲中 也讓選戰氣氛 隨著倒數計時 越來越火熱 記者聯席會議台北報導